这部动画大家看了没 我想说它绝对是我近年来 看过最爽快的动画电影了 与游戏一样 毫不吝啬的暴力 加上简单直接的剧情 我们需要关心的 只是哪个经典角色亮相了 哪个角色领盒饭了 重点也在其中 就是领盒饭的角色 是怎么样被KO的 至于剧情方面 其实就是游戏一代的故事 虽然有些改动 也是为了让一代的故事 更加的丰满 主要这毕竟是有亲爹 Edborne参与 他就算是胡改乱改 也能来个很官方的解释 嗯 行刑宇宙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 90年代的两部真人版电影 格斗之王 那才是真真的魔改呢 好的 我们还是乖乖聊游戏吧 说到格斗游戏的起源 肯定是离不开动作游戏的 不少玩家把功夫 定以为格斗游戏的鼻祖 这种说法见仁见智吧 究其原因 因为在功夫中 方向剑加PK剑位的设定 演变成为了格斗游戏的 必要元素之一 1987年发售的街霸一代 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防具的设定 以及必杀技的概念 四年之后的1991年 发行的街霸2 更是直接被卡普空定义为了 FTG游戏 在那个追求创新的年代 已经成熟的CPS阶级版 配上相对完善的系统 天时地利人和的街霸2 燃遍全球 格斗游戏的时代 也自此拉开了帷幕 作为当时很有实力的 美国街机厂商Madeway Games 自然也要分一杯羹了 八九十年代 同样也是香港东的电影 风靡世界的年代 这也给予了Madeway Games 很多的灵感 更是在这款游戏中 融入了很多古老 而又神秘的东方元素 与电影元素结合的还有 游戏中人物的招式 都是通过摄像设备 逐针拍摄 然后对图像进行高度的压缩 再组成连贯的动作画面 说实话 当时拍摄的场景设备等等 还是比较简陋的 比如强尼的飞踹 其实是这样的 刘康的逆龙脚 也是同样的姿势 标志性的海底捞月 是这样的 总觉得蝎子和绝对灵度 有点像 当然了 因为都是这位老哥办的 刘康的扮演者呢 则是这位帅气的小哥了 有没有很眼熟 经典动作电影 《罪群2》中 也有他的身影 差点说成铁拳 还有个小故事 就是《罪群2》的大反派 本来是这位小哥 后来因为受伤 反而成就了卢慧光 小哥其实是一名韩国人 名为后桑派 中文名何松博 虽然在国内 并不太被熟知 但是在美国 还是很有名气的 后面也参与了 很多重量级电影的制作 包括《变形金刚》系列等等 既然采用了 这样的制作手法 真身快打的叫法 显然比《致命格斗》 更加贴切 至于《致命格斗》 这一中文名称 在95年的电影版中 就已经被提及了 那么MK的起源之作 《一代》 到底讲出了 怎么样的故事呢 这里是Game More 喜欢就关注一下呗 整个宇宙都是由古老神族 所创造并支配的 各个领域之间 本来是独立运作的 如果想占领 或者吞并其他的领域 必须要连续取得 10次《致命格斗》赛事的冠军 而如今 异界的君王邵康 派来的特使尚宗 在与地球界的交战中 已经赢得了9次的胜利 关乎地球界 是否存亡的第10次赛事 即将开始 与前文提到的动画版不同 游戏的主角 必然是刘康了 之前是白连教的一员 而本次是代表少林寺来参赛 关于这个背景 不少小编在介绍的时候 都会以笔带过 但是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up主 我要给大家解释明白 说起白连教 很多同学一定会想到 系列电影《黄飞红》中的 这个教众身穿白衣的组织 实际上并非如此 白连教源于佛教净土宗 在家出家 待业往生 是其教派的特点 而誉为禅宗祖庭的少林寺 自然有以心应心 渐性成佛的特点 虽然修持的方式不同 但本源同归于处 所以不存在什么 转换门派的说法 刘康一直是佛门弟子 不为自身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就是这样的佛家思想 支撑着刘康不断的战斗 话说编剧也真是没事找事 你直接给个武僧的title不完了吗 又没人追究你的真假 内外双兄的刘康 一路过关斩将 面具战无不胜的龙人族王子 戈洛也是丝毫没有畏惧 最后也击败了巫师上宗 而赢得了这次MK大赛的冠军 胜利后的刘康 将赛事的举办权交给了少林寺 自己的事迹也广为流传 主线的剧情就是这样的 不过当时的格斗游戏 不存在剧情模式 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背景 以及成为MK冠军后的故事 比如黑龙会的卡诺 赢得冠军后开始四处作恶 世界陷入了永无宁日的黑暗 而就是为了逮捕他 以及营救同伴而来的桑雅 在获得胜利后救出了伙伴 也打破了黑龙会对赛事的垄断 动作明星强泥的故事就更简单了 获得胜利后 把这段经历拍成了电影 并广受好评 隶属于杀手组织林奎的绝对灵度 赢得了冠军后退出了组织 而向绝对灵度复仇而来的蝎子 虽然获得了胜利 也依然活在诅咒当中 其实蝎子是中了全吃的诡计 杀害他家人的并不是绝对灵度 一代的主线剧情中 本名为碧寒的绝对灵度 被蝎子杀死了 二代出现的绝对灵度 是碧寒的弟弟光阳 然后就是真人快打 标志性人物的雷电 作为神族派来保护地球的神明 初期的雷电还是很顽皮的 一代中如果他获得了胜利 那么他会邀请众神来参加比赛 最终甚至导致了地球界的毁灭 之后雷电在和正义的战士们 不断保护地球界的同时 也对地球界有了感情 自己也更加的成熟了 哦对了还有一个角色 蜥蜴 看上去只是个换皮角色 这一作的蜥蜴的技能 只结合了绝对灵度和蝎子的招式 本身是上宗保镖的身份 如果达成了特殊条件 还能变成可以使用的角色 这也让真人快打一代 成为了第一款 没有隐藏角色的格斗游戏 你是否还记得 第一次玩真人快打的情形呢 如果觉得自己有点结巴的经验 可以轻松上手 那就大错特错了 MK的指令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就拿阶级厅里人气角色卡诺来说 必杀技的指令 简直是丧心病狂啊 黑龙波是按住防御键 然后按方向键的后前 另一个必杀技 魔旋波 摇杆反摇一圈 就会直接发出 但精髓在于提前按住防御键蓄力 因为这样可以自己掌握出招时间 相比起来雷电的必杀技 就简单的多了 雷拳就是下钳加低拳 经典招是水雷脚 直接方向键后后钳就完事了 好随意啊 不过玩这款游戏 就不要在意这些了 毕竟就会一招上钩拳 外加一招侧踢 照样打得过瘾 因为最信任的是终结技啊 在结霸中 把对手打晕后 还可以继续攻击的设定 正是终结技的灵感来源 而终结技的爽点 正是你击败对手后 再给他暴力的一击 自此终结技 也变成了真人快打的代名词 我不玩 就是想看看各个角色的终结技 这样的想法或是经历 你一定有过吧 系列的最新作 真人快打11 早已去年就发售了 剧情模式也非常的精彩 在格斗游戏已经没落的今天 MK系列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变成了最为卖座的格斗游戏 所以如果你之前错过了这个系列 那么全面支持中文的真人快打11 正是你入坑的好机会 好的 等到这里呢 本期的话题就要结束了 关于真人快打系列 你有着怎么样的故事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哟 这是GameWorld Game与我同在 我们下期再见